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说这个图悠悠呢获得了诺贝尔奖之后 这个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们 一些院士们给他开庆祝会 那大家开酒会嘛 这个有记者就问图悠悠 说这个您现在获得了 被称为三无科学家 那您当初是不是申请过这个院士 就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 因为他已经多次 他多次申请过 那图悠悠就说的 我申请过 申请过很多次 那后来说 这记者就问 那为什么 人家不批你成为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呢 他说 他说当时都在等着诺贝尔奖呢 大家听了就乐了 记者又追问一句 说那你今天已经成为了诺贝尔医学奖的这个获奖者 那你自然就会成为中国科学院的院士 说你有什么感想 他说这个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呢 我还是别做 记者很诧异 说为什么你又不做了 你都诺贝尔奖了 你干嘛不做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呢 他说怕那个其他院士活不下去 所以活不下去这事不好 得让他们活着 大家伙都得好好的活着 那又乐了 那记者紧接着又追问一句 说您今年都85岁了 这个看起来身体相当不错 也不知道您平常是怎么保养的 您平常喝不喝牛奶呀 他说我不喝牛奶 我从来不喝牛奶 记者说为什么你不喝牛奶 他说我也得活着 我一定要好好的活着 听起来应该是个笑话了 但是这个笑话 我不知道是在国内传的呢 还是怎么样 大家有人说这是图幽幽的幽默 那也可能是真的 也可能是假的 因为朋友没说是笑话 那三个人均分诺贝尔奖 图幽幽住在北京 说能买 在北京如果买房子 能买多大呢 他说大概能买半两个客厅吧 这点钱购买半两个客厅 所以从房价的角度来讲 北京已经完全是世界潮流的领先者 其实这故事本身讲的背后的含义 他在讽刺的这个制度和这个体制 制度和体制 其实有一个朋友曾经贴过一个帖子 应该是国内的律师 他就提到图幽幽跟TPP 我们现在最时髦的一个新词是TPP 图幽幽跟TPP都有着同样的背景 表面看起来没有关系 但却有着同样的背后的内在的关系 就是这个制度 就是这个制度本身 那针对TPP呢 美国白宫有发言 所以代表了美国政府 美国之音这么说的 TPP协议达成 压力在中国 奥巴马星期二讲 TPP协议中包含了历史上最高的 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 这些标准都具有很高的执行性 如果签署国不遵守这些规则的话 将无法获取与美国进行贸易的利益 那这一协议之下 美国将书写全球经济规则 而不是中国 所以直接来排斥中国 那排斥的前提 当初中国加入WTO 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 曾经承诺了很多 承诺完了之后 那进入了世界世贸组织之后 那他把那样的承诺 连个屁都不住 就把人耍了 这就是共产党体制之下 中国人的聪明的地方 骂老外傻的地方 今天嘴上都给你答应 明天就耍你 我答应你是为了我耍你 我答应你是把你当傻子玩 我答应你是为了骗你 今天哪都是 所以就造成了今天的场面 白宫发言人乔石 在列行记者会上讲 不可否认的是 在提高了环境标准 提高了劳工标准 和执行TPP协议 包括那些知识产权保护方面 这给中国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中国通常愿意在亚洲内部 发挥自己的影响 但TPP的确给中国施加了很大压力 环境标准和劳工标准 北京看节目的朋友 你看看这两天北京什么天 那TPP到底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现在很多人在分析 香港的东方日报的文章这么说 TPP用来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 那TPP成为了双刃剑 12个国家五年谈判 终于达成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如果你看一下里面具体的协定 日本的汽车卖到美国去将会更加便宜 比现在还便宜 很多生活在北美大陆的人喜欢买日本车 日本车卖到北美去 卖到美国去会比现在更便宜 而日本缺少粮食 它又成功的可以更加低价的这样的价格 遵照这样的协议 能够从这样的12个这种合作国家当中获得它的粮食 澳大利亚 新西兰 美国 加拿大 都是它的农业都是在世界排前列的 那外媒讲 由美国主导的TPP 志在与中国牵头的一带一路相抗衡 一带一路是今年才提出来的 我觉得谈不上抗衡不抗衡 一带一路是今天的中国政府本身的想法 所以这个想法本身也提出来也宣传出去了 那只不过它根本无力抗衡TPP 所以不是TPP去针对一带一路 是一带一路想去抗衡TPP 也没想到TPP这个时候出来了 因为在此之前没人提这个事 所以换句话说 一带一路夭折了 这么讲才对 除此之外 中国曾经牵头过像亚洲自由贸易区 基本上就完了 亚洲银行 这好像是在上海怎么样弄的 基本也就没戏了 对吧 没人跟你玩 举个例子 美国人牵头一块玩篮球 对不对 然后中国人拿了三个弹球 说跟我一块弹球吧 然后大家伙看看 他没理他 拿篮球玩去了 那世界新闻网的报道是这么说的 TPP变相取代了WTO 那中国何去何从 他的说法就是 在十年前中国加入的WTO 那在TPP的出现的背景之下 基本上就完了 还是那句话 WTO有没有 有 但没人跟你去按照那个协议去玩了 对吧 那你就等整个都不存在 所以大家注意 WTO被取代了 一带一路 夭折了 亚洲银行 完蛋了 那亚洲自由贸易区 根本不存在 那也就变成了 在今天中国经济出现 大衰败的背景之下 乌漏又逢连阴雨 放屁砖砸脚后跟 解决他的唯一办法 当你抛弃中国的体制内部 抛弃共产党本身 回归人性 回归自由 基本人权 回归真正的法治 在这样的社会 公平社会的背景之下 人家一定会愿意你 后来的这个国体 进入TPP TPP是自由贸易区域 在一个区域之内 自由贸易区域是相互获利的 有买卖赚 有钱赚 谁不干呢 而你跟人家签订协议的时候 说每一次我肯定 我向毛保证 向毛主席保证 这是我们小时候说的 表示你一定信任我 后来我们就改了 叫向毛保证 向毛保证 你 我一定兑现的 签完WTO 然后一群坐那 坐在中南海里 说 这群老外 真傻貌 傻貌的意思 你能信我 你不是缺心眼吗 很多中国人的态度 所以呢 今天人家不缺心眼了 就是这么个场面 世界银行推测 中国明年的GDP增长 为6.7% 它是从原来预测的7% 降到6.7%的 来 意味着中国的经济 这种大滑坡 是不可逆转的 这就我刚才说的 里外 所有的氛围 都会逼迫的 今天主政的人 只能抛弃共产党转型 改革已死 对不对 改革已死 为什么 你只能把老佛爷砍了 改了 从大清王朝 改成中华民国了 就是历史的重复 你没招 没出路 那与此同时呢 国内有个帖子 被很多朋友认为很好看 许多中国人都为TPP 欢呼 说明了什么 一个朋友答 很正常 在邪恶政权的末期 越来越多的人 希望见到政权的垮台 任何有助于 终结恶症的事物 都会被如此的欢呼的 人们开始明白了 一个持续作恶的政权 其寡诞越早 代价越小 这欢呼声或许可以证明 许多人已经准备承担 这样的代价 去推翻和终结恶政 人说的非常的文化 非常的有理论 石超的话很胡同 很北京 共产党死定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